在家众入寺院应知礼仪式归五十条详解 一 续文 谈佛教戒律论 修行念佛多如牛毛 往生极乐少如牛角 戒律者如同国之法律 民不守之则社稷乱矣 而新行者不守戒则斗不成宗教崩废不堪矣 国法乃一行而论处 戒律者乃心行皆论教之严谨 今之佛子持戒者少矣 皆先严谨论求禅定智慧 废持戒学于旁 而不严守 美都犯戒而不止 此乃舍本逐末不能悟到 反得地律国貌 悔之晚矣 是为愚昧之心 冷言惊云 设心未戒 因戒而生定 由定而生会 名为三不漏学 欲设心必先除妄念 当得学戒 实戒严者自可断妄念 无妄念自可生定 而可参禅思虑 久而可献不可智慧 言学经过自可断妄念 正得一切准致而圆成无上正知正觉 佛灭度前曾教士弟子 以戒为师 守戒即分师训如离师尊教会 如不迟戒 如不迟戒而犯戒 自如同违背师许 当录得六严 如学校校规 学生不守校规 常不悟惑 当被开除 忠不得学 而戒律 千万不可犯 不可不迟 佛有一弟子 只因犯一句妄语 就轮转五百世为畜生道 不可不慎 当之 纵你修行念佛精进 一犯戒 则乾功尽弃 不得往生净土 德正圆满 二 再加重学佛 应知礼仪式规五十条 无戒不能修佛 修佛不能不持戒 世俗万事皆然 无戒无虑 则无计无刚 万事不长 故凡佛子 千万不可费戒不学 或认为束缚执着之事 则定夺三恶道而不得度 甚在 这五十条礼仪式规 相当重要 拜佛者千万不要忽视 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条 必定受地狱之果报 绝无虚言以 第一条 寺庙内的一真一线 不得取用 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助力的是 如果受到师父馈赠的物品 必须要把捐还放到功德箱内 因小果大 可上升为天人 或者下地狱受苦 甚至 第二条 不得摘取寺庙山上的水果 很多信徒 每逢周六周日 常朝山入寺拜佛 非常虔诚 但是有些人不知规矩 看到寺庙后山水果树上 长满了很多熟透的水果 令人垂涎三十 情不自禁地 自己摘取禁果而食 殊不知 这已经犯下了 偷盗寺内物品之罪 够下地狱的条件了 所以千万要注意 不能摘取寺庙山上的水果 第三条 入佛堂 不得吸烟 穿拖鞋 皮鞋 或嚼槟榔 佛堂 乃法王保念出家人 修行念佛之禁定 雾烟浊气冲天 当扰乱出家人修行 这罪过是无量的 因知香烟之烟之气 扑堵 可使人致癌 并干扰人的情绪 现在很多办公机关 都是静止吸烟了 为了提高办公效率 更何况 我们是在庄严清静的 佛堂之内的 嚼槟榔 非但不雅观 而且污染环境未生 佛寺四周 有天龙八部护法 如果随地吐槟榔汁 但污惠圣地而不干净 罪不可赦 另外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 进入佛堂内 应该脱下鞋子 穿一般的鞋子进入佛堂 挡污会佛堂的清洁 应该知道 大家所穿的鞋子 在外面踏过脏雾 或者说从厕所里面出来等等 都会沾到不净之物 所以不宜进入佛堂内为夷 免污惠圣地 而使自己造下罪业 当得借首之 第四条 进佛寺 不得由中门入 应当从旁门入 入佛寺内 不能够探门槛 也就是门底下的隔板 需要愁脚而入 是非离也 子曰 君子不入中门 行不履 应该知道 古代夏品官入高官府地 必须要从旁门入 只有皇帝亲王爷 方得由中门入 而佛寺 乃属于法王宝殿 佛祖其卫尊 当主过玉皇天尊 及一切天人 进入佛寺 就好像是进入皇帝殿 拜见皇帝一样 必须要遵守 寺内的礼节 庄严不能随便 方可避免 不敬三宝之罪 第五条 进入佛堂 不能高视佛面 当低头 即做礼拜 更不能约约地 做观赏态 也不能东张西望 第六条 于佛堂内 不得大声谈话 喊叫 或者躺 或者卧 或者跑跳等等 都不可以 很多人在佛堂内 口不择言 大声说话 或者是闲话家常 把佛堂当作才是场 扰乱清静 罪过无量 有些佛堂内的地上 铺有地毯 很多人非常寂寞 尤其是小孩子 一入到宽大的佛堂里 就当作游乐场了 乱蹦乱跳 跑东跑西 大人管不严 实在是罪过 罪过 第七条 于佛寺内 不能够随地吐痰 或者是随地 醒鼻涕 佛寺四周 常有众佛菩萨居之 天龙八步步伐 环境清静无然 而人之唾涮 鼻涕 非常温慧 如果在佛堂里 随地吐痰 或者是醒鼻涕 就污染了圣地 造成空气污染 并均传播 有害僧宝罪 当入地狱受苦 如果想要吐痰 或者是醒鼻涕 应该以卫生纸 把它包好 再投入垃圾桶里 或者呢 到洗手台土之 以水冲洗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以第七条而论 只一口痰 一把鼻涕 就得受地狱果报 第八条 入佛堂 拜佛绕佛 可得五种福德 凡入佛堂 应玄疾拜佛顶礼 或绕佛畅念佛号 佛言 这样做 会得到五种福德 第一 后世得端正好色 第二 得好音声 第三 得生天上 第四 得生王侯家 第五 得逆寒道 而绕佛方向 应该是由右而左 绕行为极业 拜佛后 当即退出 窃入宣华 第九条 寺庙要内用食 应当捐献 因为在寺庙里 所吃到的食物 都是食方善众所捐献的 所以不应该白吃的 很多人有这种贪吃的通病 以为福祀里 节庆日 但素食给人吃是应该的 而不必捐钱 那如此就犯了 偷盗食之果报 当种下地狱之根 而不知 甚至 第十条 一只法杖已毙 正果全尸 入佛堂拜佛之前 我们应该把随身的物品 衣服 帽子 还有手提袋等等 放在地上 之后 在行李礼拜佛 自得福德 而不犯 福报与夜报 就在一个小动作之间 但其中的果报相差 却甚至巨大 尤其千万不能够将皮包 衣服 帽子 手势随便地放置在桌子上 再有 进入佛堂 不可以穿拖鞋 以免干扰清静 及恭扰拜佛四弟 如果这样做了 那来生 就会堕入 马蹄国之宝 第十一条 佛堂中央 不得站立或礼拜 佛堂中央的位置 是主持礼拜的位置 一般人 请不要占礼或礼拜 很多人在佛堂拜佛 都喜欢站跪在中央礼拜 殊不知 已经犯了礼仪 因为疑似主持 需要德高才优者 方能当之 佛堂中卫为尊 礼拜占主僧之位 为我慢失敬 这个罪业是不轻的呀 第十二条 入寺庙 服装要整洁朴素 女人到寺庙拜佛 千万不可以穿着迷女裙 或露胸露背的衣服 有失礼仪 另外 跪拜礼佛的时候 是相当不雅观的 有爱佛堂中严 并会引起来参拜之信徒 非非之响 扰乱似众之清修 很大的罪获 第十三条 不要让小孩子 在佛堂里奔跑嬉戏 如果带着小孩 到佛寺礼拜 一定要管好它 不要让小孩 在大殿内东奔西 考或随意动法器 引目鱼 庆之法器 乃隆天耳目 千万不能够 让小孩把玩敲打 如果这样做了 罪过很重 第十四条 入佛寺 不可大声说话 因为如果这样 会扰乱出家人 轻轻修行 罪过很大 第十五条 入佛寺 应念阿弥陀佛 向师父问训 凡是进入到佛寺当中 遇到师父应该问训 答 阿弥陀佛 不可以直接称呼 师父的法庭 凡是答谢师父 或者向师父赔罪 仅要说上一声 阿弥陀佛 而不能说 谢谢 或者对不起 向师父道别 应该说 弟子向师父告假 阿弥陀佛 而不能说再见 或者更恶甚者说 goodbye等等 都不可以 第十六条 向三宝顶礼 是在消除 我慢 我直 我相之心 而能养成 谦虚恭敬之心 同时 也可以消除业障 第十七条 入师父房间之礼节 入师父房间 应该叩门三声 如果里面没有应声 那就表示 师父在里面有事 或者正在休息 不得强行进入 要随即离去 第十八条 对师父顶礼 应知 凡是师父在刷牙 洗脸 理发 睡眠 吃饭 打电话 写字的时候 都不应该做礼 在马路上 也不可以做礼 未训就可以了 很多弟子呢 为了表示 非常敬重师父 而不分时间 不分地点的随便做礼 非常不雅观 有碍于师父的威仪 第十九条 奉师父饮食之礼 奉饮食于师 应该两手高举奉食 食物要洗干净 如果吃剩过食物 就不能够让师父再食用了 否则就有不敬之罪了 第二十条 与师父谈话之礼 与师父谈话 不得面对师父 应该侧立或侧坐 也不能于高处里 或太远立 对师父谈话 应该清晰 小声 和颜 月色 师父讲话中 不能插嘴 第二十一条 师父所用的东西 不能用 师父之座位 床 以及师父之衣物 不得作用 第二十二条 随事师父之礼 师父如果坐 那么应该站在旁边 师父没有告诉自己 可以坐下 就不可以坐 此外 站立的时候 不能够靠避协力 这样就是对师父补给 第二十三条 对师父的尊称 如果有人问你师父的法号 你应该说是上某下某 不可以直接称呼师父的名字 第二十四条 入佛寺用餐之礼节 入佛寺内的食堂 或者是休息室里 不能够争抢座位 不能够争先恐后 也不能够高声呼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受戒在犯戒 最佳应的 加速堕入三个道 不得不谨慎 常贩戒的人 就好像是同一水桶 虽然装满了水 但是桶底下有很多的小洞洞 终有漏尽的一天 也就是说 功德再大的人 贩戒就如同有破洞的水桶一样 终不得圆满 无法修成正果 以及开悟了脱生死的 那必然再多轮回 受苦不尽 第25条 在佛寺过夜应知 到寺庙住宿过夜 听到师父打板 通知大众入睡时 迎熄灯上床睡觉 不能够再打开电灯 看经书 或者交谈闲聊 这样做不但扰乱 出家中的睡眠 又犯了盗用常做物质便利 罪业是非常重的 因为出家人 一般早上都起得很早 要做早课 大部分都在凌晨4点中 一前就起来 他们晚间睡眠都很短 不像在家人 可以睡足8个小时 入寺庙一切作息 都要遵照寺内的规定 不能随便 旺大自为 如果真的不能入睡 要打开电灯看书 也可以 但是必须要缴纳电费 或自由捐献功德金 给寺庙 当作业利的费用 这样做 才不至于犯了 盗用常住物的戒规 因为寺里面一切用水用电 都属于十方物 工坚要支付的 所以超过那个时间 私自用电力看书 当然就要捐钱缴费 才不会亏欠常住 而受到火爆 第26条 在佛寺内用物品 要节省 这里面有两点注意 第一 凡是在寺庙里 用水用电用物 应该尽量地节省开用 不能浪费 而且你应该特别明白 即使你在寺庙里 捐献了一千万 既然打一通电话 一块钱 你都要照付 捐一千万 那是你的功德 而打电话用的电话费 是公家负贷 跟这些不相干 公司要分明 打次那电话 一块钱都不投 那么 你所捐的千万元的功德 都将换为自由 须知 施主一粒米 大如须泥山 第二个注意 千万不要携带 佛寺的物品 回自己家用 否则造罪匪浅 第二十七条 在佛寺里刷牙 洗脸 不能够面向佛金身 或出家师傅 免犯不敬之罪 第二十八条 不能够将寺庙 当作观光地区 踏进佛寺内 是为了礼拜佛菩萨 消除业障 需要心存恭敬 虔诚 方能得到感应 千万不能够在佛寺内 随便大笑 或嬉皮笑脸 这样做 非但不能消除业障 反而犯了 不敬三宝之罪 应该保持 威夷庄严之想 以表示对于佛菩萨的恭敬 这样才能得到感应 若想要笑 应该保持小声 并以袖口掩灭 千万不可以 把清净庄严的佛门圣地 当作观光圣地 第二十九条 拜佛之前 应该 洁净身体 我们在拜佛之前 应该先洗净身体及双手 不让鱼尿 或者是其他的脏东西 污染衣服 双手 一定要再用肥皂洗手 不能马虎 男子进入佛堂拜佛 应该把裤管塞到袜子里 以防止体上不净的体毛 掉落在佛堂里 出家人的裤管 要用松紧带绑起来 也是为了防止不净的体毛 掉落在佛堂当中 这一点 希望男子特别遵守 第三十条 礼佛之前 千万不要吃荤食 心背 或者是抽烟喝酒 第三十一条 见到有人跪拜礼佛 这个时候 你一定不要从前面寄过 拜佛人 也应该尽量地靠近佛桌前面 拜佛 不要离得太远 免得其他人 要绕一大圈 从以后面而过 第三十二条 拜佛姿势 要庄严正确 不可倾斜不正 合掌拜佛 一定要双手食指并拢 不用力地 靠着两胸部腥挝窝 也就是胸部中间 凹处的地方 食指朝天 不可以倾斜指向佛 这样是不礼貌的 然后再问讯 勿拜问座 手指相拜佛 接头不拜 只用双手抖相拜 或手指指相拜 而已相当不雅观了 如果你不会指相问序 那么正确拜相应该是 头向前一拜 而手拿相一同时向前一拜 连续三拜就可以了 拜的时候要缓慢而显庄严 第三十三条 徒弟与师父不可以同时拜一人 弟子与师父同到师父或师伯处拜见时 做徒弟者不能够跟师父同时礼拜长辈 而应该等到师父先礼拜之后 弟子才可以依序礼拜 这是长幼有序之礼 应该知晓 方显教养 第三十四条 持佛像 不得向人做礼 这一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 如果自己已经手持佛像 这个时候不能够向人行礼打招呼 而手捧持佛像 也一定不能够低过腰部 必须要在腰部以上才可以 第三十五条 拜佛不一定要点香 到佛寺礼佛 不一定要点香拜佛 才可以显示出诚心 佛教最大的礼节 是向佛行五体投地礼 这是代表最崇高之敬意的礼节 在日本西藏 拜佛都是不得向的 都是五体投地的做礼 第三十六条 不可以用嘴巴吹三宝物经典 凡是佛桌上有灰尘或者香灰 一定要用干净的拉布擦拭干净 不可以用自己的嘴吹掉灰尘 尤其经典上有灰尘的时候 更不能用嘴去吹散 一定要用干净的布擦拭 再有 把经典放在桌上的时候 应该不能够放置超过桌圆 要放在佛桌里以表示敬重 自己的手如果不够干净 应该洗手之后再烫尽 第三十七条 佛桌上不能够乱放杂物 佛桌上平时应当擦拭清洁 除了放置佛像香炉佛灯 竹台花瓶之外 其他物品千万不能够放在佛桌上 否则就犯了不尽三宝之罪 佛钱供花应该每天换水一次 如果花已经泄了 就不能再摆设了 应该拿掉晒干 再丢弃于干净的大河沟里 或埋放于山上 千万不要让人践踏 也不能够丢弃在垃圾堆上 这一点应该特别注意 很多人都做不到 一定要改进 尤其花不可以一共在佛桌上 就不再去动它了 任瓶子里的水臭了 花泄了也不换 等臭气冲敌 花朵全都凋落才在换洗 如此相当不静 本来是香花供佛 最后却犯了污染三宝之罪 实在是得不偿失 既然发心供佛 一定要时常保持佛桌上的干净无染 这样才具功德 否则反生业障 供佛不得不慎也 由佛桌上摆设的清净与杂乱 可以看出这个人他修行的高低 凡是有修行的人 无论佛桌佛堂 以及他个人的办公桌住处 一定随时整理的相当干净 第三十八条 有人诵经请勿在一旁走动 或站在中间照相 人在佛前诵经或读经 他就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从前面走过 或在旁边走动 这样做非但扰人亲近 分散诵经者的精神 同时也阻碍了龙天护法 法界有情众生听法 其也非情也 凡是我们诵经理颤 除调伏自信 体会精益 忏悔造业 若心诚 自能招法界友情 天龙八步来听经 让他们 德文佛法 心生欢喜 可宵夜中上根 皆大欢喜 若在一旁来回走动 怎会扰乱清静 庄严圣圣地 其最无量无边 天龙八步都不会无量的 而关于照相 如果佛斯本身 允许人拍照 摄影流灭 应该指定拍摄者 在法会道场的两边 左右拍照 绝不能够切入中央拍摄 这是相当无情的最后 第三十九条 点香 千万不要用嘴吹 或者用鼻纹 这样相当不公斤 火不吸血 应该用扇子打面 或分成小把 用手振动 就可以熄灭 而点香台的火种 也不可以用嘴巴吹咽 应该以手 或者扇子打心为意 有人点香 为视为香味 将香拿到鼻孔一纹 之后再插到香的里 这是相当不公斤的 造下了道佛香罪 凡是香 绝对不可以自己用鼻子 闻了之后再供佛 这岂不成了自己先闻香 然后再供佛吗 当然犯了不定之罪 但凡香经过鼻子 闻过之后 绝对不可以再供佛 这一点应该谨记 第四十条 佛教经典不可乱放 佛经 为三宝中之法宝 经典之所在 自有龙天互法互持 见佛经如见佛 不可污损佛经 更不可以把佛经 放在夫妇房间内 也不能够摆设于地下室 或者厕所旁边 应该置于书桌上 或书柜上 但是要高过腰部才可以 而且放经典于桌子之上 不能够超过周园 否则就是不公斤了 我们要用双手捧经 不可以用单手 要高过腰部 手要洗净 静经如静佛 不可马虎 还有呢就是 经典平时最好用一块 干净的布遮盖着 黏染灰尘 如果经典破了 一定要修其补完整才可以 第四十一条 受戒弟子不能够学习外道学术 受戒弟子戒律上规定 不能学习命相 风水 天文 地理 福法 问神 舞蹈 歌唱 补卦等数 为者 急犯禁语 要赴英国 第四十二条 在四庙浴室中 不得小炼或洗衣服 在佛寺过夜 于浴室当中 洗自己的身体 更小炼 也不洗衣服 因为浴室属于出家人 洗身之境地 不可以公然 免遭火爆 护僧经约 李秋 在静地 大小便 不择处所 以示姻缘 当入狱中 做肉除井 火烧 受 火不汗 由此可知 在狱室当中 小便 其罪 非清也 第四十三条 进入厕所 必须要换穿 脱下 凡入厕所 应该把鞋子脱下 换穿厕所里的 木鸡脱鞋 因为 如果穿自己所穿的鞋子 进入厕所 鞋底会摘上污垢 如果之后再进入 火堂 就会污染圣地 一定要谨慎 如果万一到厕所 没有预备 专用的木鸡或者脱鞋 也可以赤脚进入厕所 出厕所之后 再把脚洗干净就可以了 如果穿鞋进入厕所 出厕所的时候 一定要洗净鞋底之后 才可以入火堂礼服 出厕所之后 一定要把手 用肥皂洗干净 不能够只用水洗手而已 如果大便后 照戒律规定 应该以左手右二指 沾水洗肛门 才可以拜佛 经上说 入厕不敬者 不得入佛堂礼佛 不应饭食 不以坐僧床 不可与众行 因身不敬 所持咒法 皆无笑咽 可知 若入厕后身不敬 持咒拜佛 皆不得应验 因你不敬在先 哪得应验呢 学佛 学佛者不可不知啊 第四十四条 于佛寺睡觉的时候 在佛寺里协助工作之后 不可以自败物品 回家 一些居士发行到寺院 义务帮忙法会上的工作 如厨房洗菜 洗碗 扫地等等 发挥完毕后 剩下一些菜 或干的塑料 如木耳 银针 香菇 剩菜 有时候很多吃不完 有些师傅就自作主张 不知戒规 也为愁谢大家的幸福 就大包小包 化整为灵 分给帮忙的人 拿回家食 这样做 其实已经犯了 到十方物之大罪 其实 信徒来佛寺帮忙工作 是在种福田 功德属于自己 而佛寺里的食品是常住的 不应分发给他们 非到无宫 反而造作 如果饭菜食物实在是很多 吃不完 可以配发给大家 但是需要大家自己 把物品换成钱 把钱投入在功德箱里 算是用钱 像常住 买这些剩下的物品 这样就不会造业 两全其美 还有 在发心帮忙工作当中 如果遇到了一些 类似打破碗筷 花瓶 或打破其他佛寺物品的事情 还是应该照常赔钱 或者再买个新的来补换 第47条 不要用不敬物或圣物 供养师父 凡是我们吃剩的饭菜 或拜过鬼神的食品水果 不能够拿来供养出家人 如此做会堕入脏地 不可不知 因为出家人是僧宝 代表佛陀传扬佛法 延续佛教会命 弘法立生的人天师表者 我们应当长存恭敬心 供养他们一切食 依助行无缺 能为我们开示佛法 引导我们信佛 得闻佛法 使我们人生活的更加 超越充实 解脱一切痛苦 升华生命意义 更进一步能了脱生死 所以应当以清洁的物品 供养分宝 这样做就会功德无量 第四十八条 法师讲经开示 不能讲话打瞌睡 扰乱法师讲法 冒毒三宝 妨碍传法 罪业深重 还有打瞌睡 非常不礼貌 法师讲法 是代表释迦某一佛的传法 相当神圣 讲法当中 也有天文包吾武法 诸天神人 都云集上空听法 听讲的人 如果是讲话 或者是打瞌睡 不要如何 都有因果 其最非清 顺便做一个提醒 我们如果每逢法师讲经 一定要想办法参加听法 最好不要错过 不时听法师一席话 圣读三年佛书 因为一位讲法者 必是将他所研究多年的 独到精华的理论 毫不隐瞒地传述大众参考 所以说 听一场佛法讲座 就等于吸收的某一佛法师 多年佛学的精华 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姻缘 所以鼓励大家 每逢法师讲法的时候 应该踊跃参加听讲 但是绝对不可以在听讲的过程当中 说话或者是打瞌睡 第四十九条 供养师父物品或师父赠物 当双手跪求领受 凡供养师父物品或者是供养现金 当跪拜手捧缝 或受师父赠法物结缘 也应该跪受 表示恭敬之意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种礼节 有人身材高大 站着比师父还要高 供物站着上供 好像是居高临下 非常不恭敬 尤其是身材高的人 平时应该站立在师父身后两步的距离 都能够跟师父平行站立 第五十条 顶礼师父应该面向佛位或正位 很多人在佛堂顶礼师父 无论师父站在哪个方向 都朝着师父的身体跪拜 其实这是不合乎礼仪的 应该朝着佛像方向跪拜才对 如果没有佛像 就应该朝着入门的地方 所对着的方向跪拜 一般可以顶礼一拜就可以 因为佛力子顶礼佛陀就是一拜 再加重拜佛 应支的礼仪戒归五十条 全都阐述原版 希望每位再加重能够确实遵守 如此修行佛法当无障碍 自可修得 戒定慧三无漏学 如果犯之不守 非但不能修正佛果 返造无量自 实在可惜 祈愿大众皆能一心持境界 执政菩提 了托生死 解脱轮回之谱 永享极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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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